天徽是我们兄弟中与妈妈最亲近的人 妈妈的教导与决定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是我们兄弟中最体贴母亲的一个人 过去儿童的岁月 我们家是清寒的 母亲为了撑起家计 养猪、种菜 还接了一些联工在家里做 天徽就是那个常常帮妈妈做这些联工的小工 她不但会缝鞋面 也会打毛线 那时候穷人翻身最快的方式 可能就是考上医学院当个医生 这个也是妈妈当初对她的期待 OA是我们从小叫她的小名 因为她在我们兄弟中皮肤比较黑一点 OA的台湾话的意思就是黑的 后来她也因此为她的绰号 大概是她在求学的时候 优异的表现常常都是OA 她也以此为好 可是事实上她也有被荡掉的历史 而且因为那次的失败 改变了她的一生 那是有一次 她在替母亲做住所 母亲要杀一只鸡 请她抓住鸡 让她从脖子下刀 天徽不忍看这只鸡被杀的样子 就将头转到别的地方 妈妈因此说 如果你这心肠这么软 那怎么能够做医生呢 医生是常常要开刀 而且要常常看到病人的痛苦 从此她再也没有期望 她能够去读医学院 这就是这样改变了 她求学的方向与事业 我想最受益的应该是NASA 他们应该给我母亲一个道谢 欧姨小的时候 家中经济并不好 她总是穿四个哥哥留下来的旧衣服 不会为她买新衣服 因为她没有弟弟 这些旧衣服对她不是太大 就是太小 她成长的过程当中 穿这些不合身的旧衣服 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让她长得比较矮 比较胖 她从小就是学霸 小学 老师算不出来的算术题目 让她来解 她都可以解出来 爸爸是 努力改良场的 最低阶的小公务员 但是 当我会参加联考的那几年 爸爸 放榜的时候 爸爸都会是 努力改良场的风吟的路 因为 OA都会考上 大家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OA是我最小的哥哥 但我初三十 他已上大学 我和他没有许多交集 他沉默寡言 父母亲生活的重担 常看在眼里 放在心里 让他看起来很严肃 忧郁 但是作为一个小妹妹 我看到他在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 学会用土造煮饭 回家脱下制服 帮妈妈做家庭代工 我们家兄弟妹从不吵架 因为有一个人会把可能造成纷争的压力 默默地处理掉 事后也从不抱怨 或许他本性真的贴心孝顺 但是他对每一个兄妹 也是人尽一致 他上大学以后比较开朗 也常写信给我 我上大学时 他当兵 每个月给我一千两百元 当时副导长一千多元 但他上大学时 当家教 寒暑家去当老公 却要我吃好一点 也不要我晚上摸黑去家教 教书几年后 去克林伯斯念书 他也是把住宿 所有一切该打点的东西 买好买满 连冰箱电视都有 怕我钱不够用 常常硬塞钱给我 放假时 与淑珍载我去他们家 几乎留学生的拮据 跟孤单 我几乎都豁免 毕业后回台湾结婚时 他给我一大笔钱 当家嫁妆 我当妈妈后的第一张母亲节卡片 是他代替Kerry寄给我的 1991年我们全家去Boston做研究 去之前 他早就帮我们准备了一辆车 塞满了家用品 甚至连Tiffany和Teresa的玩具 都分给Kerry 回台湾后 我调为台北上班 他听说我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开心 他用我们母女暑假去他们家住 Kerry因此快乐地过了四年的暑假 每一次回台湾 他送我们到机场时 我都忍不住痛哭 我何其有幸 比别 比起别人 我生命中多了一个妈妈 亲爱的小哥哥 我多么舍不得你离开我们 没有你的日子 是多么的无趣 因为有你在的地方 总是充满欢笑 温暖 痛理 体贴 睿智 以及妈妈的爱 有人说妈妈是上帝 私下照顾每个人的天使 我何其感恩 生命中多一个天使 是张颖 郭天辉的媚婿 认识郭天辉是在政战学校预官受训的时候 我们被分配到同一个联队 但在不同的牌 生活周期虽然相同 但却不在同一个群体 所以没有什么互动 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他皮肤黑 身体也瘦壮 所以以为他是个原住民 哪知数年后赴美到俄州大念书的某一个暑假 有同学搬了一个去尼加拉瀑布旅游的计划 其中一个行程是回程到克里夫兰郭金兹的哥哥家BBQ 回程到克里夫兰已经是傍晚了 哪知出来一门的竟是郭天辉 我脱口而出说你是郭天辉吗 他好像有点吃惊 我想他应该不记得我了 事实上有许多事看似巧合 但回头来看应该是上天的安排吧 如今他已离我们而去 连心除了不舍 也期待哪一天能够在天上再相见 我是Kelly 谢谢你从小对我跟妈妈的照顾 在我小时候每年暑假 你都欢迎我们去你们家玩 在那段时间里我最感谢的 不单是你规划我们出去玩的时间 反而更多是你在家里盯着我们每个小朋友写作业 即便没有写完被你惩罚或者是责骂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委屈或者是反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其他人的孩子 而是实实在在你的孩子 小时候去你们家的时候 每一年我都期待你有看到我的成长 我很希望我表现得够好 够mature 让你不用担心我跟妈妈 也希望你觉得我也是一个 跟Trissa Tiffany一样 值得骄傲的一个女儿 我感谢神让我有一位 兼具亲人 父亲 老师 朋友 伙伴 这样多重身份的舅舅在身边 就像你说的 我也觉得我很lucky 因为遇到你 我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侄女 Dear Sir I love you very very much and I believe we'll meet again in heaven Dear Uncle I am going to miss your smile You love cracking jokes And I know that you wouldn't want us to be sad even now I remember your joy and curiosity You were ever learning, exploring new things Today I marvel at how you lived And then inspired me for my own life Thank you for being you Now whenever I see rocks I will think of you I feel like this poem by John O'Donohue Speak to us at this time Let us not look for you only in memory Where we would grow lonely without you You would want us to find you in presence Beside us when beauty brightens When kindness glows And music echoes eternal tones May you continue to inspire us To enter each day with a generous heart To serve the call of courage and love Until we see your beautiful face again In that land where there is no more separation Where all tears will be white from our mind And where we will never lose you again Goodbye and we will miss you, Uncle And we will don't have the glory of mine I mean I am very helpful An land I am so happy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ask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ask